大家好我是车机 到餐厅吃饭 坐纸上通常都会放着一些酱料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添加 爱吃辣的就多放点辣椒酱 喜欢重口味的可以多下点酱油 虽然没有民硕 但大部分情况下 这些酱料都是免费提供的 反正让你吃也吃不了多少 然而前阵子 中国一位餐厅老板 却因为餐厅多放了点醋而暴怒 不只动口骂人还触手挑衅 结果不到两秒报应就来了 先跟大家交代一下背景 这段监控影片是在2023年12月13号拍摄 地点是江苏常州 一家叫千里香云吞的餐厅 至于事件起因 简单来说 就是因为老板认为客人放处放的有点多 觉得自己亏本了 于是上前理论 是上前理论 dein家里有个别人 你不是吃些 给他吃奇奇怪 怎么怎么做怎么做 加普通话 加什么 加什么 加了个东西 你每一次来你上碧子这样 加太多了 我给你加 可以吗 我给你加 好了好了 你每次加太多了 我们下次来我们公开了好吧 我给你吃可以吗 雖然影片里没有说客人加的是什么姜料 但事后老板本人证实了家的原来是醋 好不是你上一次跟一时在那人家客人都拿得下去了是吧 多少钱多少钱十块钱多少钱十块 不然你到账十元 走走走吧走吧 看完影片之后 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 其实不是餐厅老板恶劣的态度 而是其他客人的冷静 你看这个人全场低头玩手机 另外一个人就低着头默默的吃 一副已经见怪不怪的样子 最后进来的这个人更厉害 一心只是想着填饱肚子 虽然不知道这位客人放了多少处 但就算他真的是放多了 极端点假设 他整罐倒进去了好了吧 身为老板也不用那么恶劣 一上来就扯一扶 然后又退又拉 还触口骂人 人家没还手 连吃都没吃就按你说的付钱走人 你又在那边故意挡路 不让人家走 这摆明就是有心挑事的嘛 更有意思的是 把这一段摆明对老板不利的影片 放上网路的不是别人 而是老板自己 原来因为老板不满客人事后报警 说被打了 害自己被关了一个晚上 于是就把监控影片上传 想让网友给自己评评理 那网友当然是眼见为实 帮你不帮亲了 连出都不舍得给顾客吃 可见云吞线都不知道用了什么劣质材料和科技很活 放得出来别人家多少顾客的事 格局啊 这老板不适合做餐饮 老板自己发出来网报自己 考一页短了 我是批发调料的一斤醋三毛钱 他不可能喝一斤醋吧 几分钱的是 你逮人家得赔偿好几万块钱 还要灌门大吉 真是冲动的惩罚 我是国内某大型云吞品牌的运营 就这么说吧 假设极端点到整瓶醋整瓶辣椒油 你也有大约百分之二三十左右毛利 何况人家只是多加了几勺子而已 大量网友跑到餐厅的外送平台页面 刷一心负评和留言 可是直到这时候 老板都还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在留言区里继续嘴硬一个打十个 你们也就会在网上嗶嗶了 现实你们啥也不是 你们评论一个我三一个 一群XXX 没钱吃什么云吞 没钱加XXX出呢 一群XXX的东西 一群穷XXX 下次来我店里我一拳倒XXX你们 爱吃就吃不吃滚蛋 老子不差你们这点 下次老子家里尿到处里面 你们骂呗 反正我又不止这个店哈哈哈哈 大不了就不要了呗 你们别叫了 有本事来我店里找我说 来搞我啊 本来呢放下身段道个歉 说自己小本经营生活不容易 承认那天的行为过火就完事了 现在非要嘴硬跟网友刚上 让人家搞你 结果不就得偿所愿了吗 网友先是人肉出 老板的本名叫马来宾 来自安徽省 出生年月日 身份证号和家庭照也都一览无遗 迫于舆论压力 马老板不得不把出色的店面关闭 但还是有网友特地点外送 把金纸铭币送到餐厅保佑老板家宅平安 这应该是全国各地的网友给送的外卖 不过这都还没完 之前马老板不是很自豪的说 自己还有其他店吗 平常受了不少气的外送小哥 现在来爆料了 免费自取还是 时间等啊 这时间等我托你时间了 他老托你时间是吧 我们昌食的真的还假的 你还说了几天了 这老板果然就不信 那就还有还有 他去年我取餐的时候的老板 我他提议的 老板都把老板都把 吵着火门都是霸人的 你 你老板都知道你 他吃了好几个家店呢 行驶寄店 行驶寄店 百货大楼店 第一人民医院店 还有那个永宁北路那个 翠翠主打的也是他家的 事件研刷之后 虽然马老板一直没有公开露面解释事件 但是在影片里出现的疑似老板娘 却在这个时候跑了出来 很多看过影片的网友都说老板娘根本是在火上加油 完全没有要道歉的意思 不过大家也先别动气 因为我随便一收 自称马老板老婆的影片 就有六个不同版本 另外还有一个老板的妹妹和大姨子 内容全部都是这种提油救火的台词 所以大几率这些只是网友的反串影片而已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马老板的所有分店 在事后都已经全军覆没 从警方通报得知 因为马老板有辱骂和动手打人的行为被行政处罚 那一般来说就是关个几天 不过这都还没完 因为马老板的千里香云吞店是个冒牌店 事件爆出之后 连带正牌的千里香也被波及 所以正牌千里香总部已经发声明 正式对马老板盗用双标的行为提告 就因为挤地处就把自己完成这个样子 马老板也算是餐饮界的奇葩了 你们别叫啦 有本事来我店里找我说 来搞我啊 好了 我是菜鸡 我们下次见 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